女子为父亲还债 嫁给八十岁老头 西红叶老头说 你莫怕 明朝年间 常宁府平中村 一山傍水 风景秀丽 这里居住着十几户人家 今天说的故事 就发生在村子里 刘翠兰的家里 翠兰是他爹刘大 一手拉扯大的 他母亲早些年 不知道得了什么疾病 意外的就去世了 留下了父女俩相依为命 虽然家里穷 但刘大却不想在学业上 苦了嘴爱 他白天黑夜的种地 砍柴 外出盖房子做工赚钱 让翠兰去上学 看着父亲这么辛苦 翠兰心里很感激 所以学习也很努力 他要通过优异的成绩 来回报父亲 哪怕是不能考取工赢 也不至于是个睁眼瞎 去做生意或嫁个好一点的人家 也能让父女俩活得好一些 时间如白居过西 转眼间 翠兰也长到的是麻岁 人长得是白白净净的 额袋脸 刘燕梅 很漂亮 吸引了很多同龄男青年的追求 和他一同念书的张浩宇 一直在追求他 有一次翠兰被地痞欺负 浩宇跑过去和流氓决斗 他被打的是头破血流 翠兰很心疼 忙带着浩宇去看医生 经历此时候 两人逐渐敞开心扉 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私下里定了终身 翠兰和浩宇对未来的生活 都充满了憧憬 甚至还一起说笑着讨论 要申请孩子 盖多少房 赚多少钱 说到开心处 两人都兴奋地大笑 可天不随人怨 翠兰的父亲牛大 突然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病倒了 需要大量的钱来医治 翠兰和浩宇说了父亲的情况 可浩宇家里也不富裕 拿不出多余的钱 翠兰没办法 就到镇上接了一百两的高粒带 毕竟给父亲看病邀请 拿着钱到了医馆 请了明医 经过郎中的真挚 才勉强保住父亲的性命 不过 却再也干不了祝福了 翠兰告诉父亲 阿爹 没事 家里还有我 我已经长大了 我赚钱养你 然而 阿爹没用 拖累了你呀 刘大边哭边抹眼泪 刘大病情稳定后 翠兰学也不上了 开始找工作 他要赚钱维持家里的生活 还要偿还借了高利贷 可找到工作 将洗衣服 卖菜都赚不了多少钱 勉强能够他们父女俩吃喝 让翠兰内心焦急不已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现在高利贷每天的利息都很多 有一天 在路上遇到了王媒婆 拉着翠兰的手说 哎哟 正准备跟你说美的 南方家里呀 很有钱的 只要你嫁过去 吃喝用 再也不用发愁了 就是男的 年龄有点大 今年八十岁了 翠兰听完 说要和父亲商量一下 让媒婆先回去 明天再给他消息 你可抓紧呀 翠兰 这好人家可不好遇 临走 媒婆还朝翠兰喊道 回到家里 翠兰将媒婆 给自己说美的事情 给父亲说了一遍 父亲红着眼睛说道 八十多岁了 这不是糟蹋人吗 咱不嫁 翠兰也拿不定主意 她心里不太愿意 嫁给一个老头子 但现在欠下的高利贷 力滚力 已经滚到了一百五十两 需要赶紧还钱 晚上躺在床上 翠兰想了很久 她需要钱 给父亲治病 最终 她下定了决心 答应媒婆的说心 第二天 媒婆上门 翠兰将自己的决定 告诉了媒婆 往媒婆喜笑颜开的说道 翠兰 这可是个好人家呀 不亏 翠兰和她了解了一下南方的情况 是隔壁镇上的 叫张玉昌 今年八十岁 家里是做不疲生意的 媒婆说完 便离去 向南方报信去了 到了下午 媒婆带着二百两嫁妆 来到了翠兰家里 翠兰 你看人家张老爷 多慷慨呀 嫁妆都给了二百两 咱附近呢 可没人能给这么多的 媒婆笑着说道 谢谢你忙前忙后的 翠兰拿出了十两银子 递给了媒婆 让媒婆笑得俩眼 都迷成了一条缝 三日后 翠兰嫁到了张家 和张雨昌拜了堂 携为了夫妻 坐在新房中 翠兰并没有 其他新娘子的期待和兴奋 她不知道该怎么 面对八十多岁的老徒子 这年纪 当着爷爷都够了 可嫁妆都输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到了晚上 在外面陪兵客们 喝完酒的新郎 张雨昌 推开了房门走了进来 掀开翠兰头上的红盖头 笑着对她说道 丫头 你别害怕 这时翠兰也看到张雨昌 满头的白发 一点的皱纹 不过脸上倒是慈想 不要这么紧张 我这年纪结婚的 都是郎中的意思 最近身体不舒服 说要重洗 所以才结婚的 我一会儿就走 你自己在这房里睡 过些日子就可以离开了 张雨昌说道 听到自己不用和这个老头睡 以后还能离开 翠兰很是高兴 感慨自己真实遇到了跪着 赶忙准备跪下表示协议 张雨昌扶起了她 让她早起休息 自己则走了出去 看着张雨昌离开 翠兰紧绷的心放松了下来 喝了一杯水 走到院子里散起了布 穿过几个庭院 她也不知道到了哪里 只见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子 鬼鬼祟祟的 翠兰赶紧躲了起来 只见那男子七拐八拐 到了一个房间 开门的是和她年纪相仿的老夫 翠兰藏在房外 听到里面的谈论的 我说那老头子估计也快不行了 咱们给他下了药 我看他越来越虚弱了 到时候太糟 这张家呀 可就是我们的了 还是夫人厉害呀 到时候 把咱们的儿子寄成家业 张家的产业 真是手到擒来 翠兰这时候才知道 张老爷身子不舒服 原来是有人下药 而且他的儿子还不是亲生的 是管家和老夫人的私生子 在诶骗张老爷 张老爷为人和善 和我结婚 却准备放我离开 这样的好人 我要帮他 想到这里 翠兰悄悄退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 张雨昌来到翠兰的房间 翠兰赶紧关上了门 将自己昨晚听到的消息 说了一遍 张雨昌听完 起了脸色发霉 纹身发抖 他不明白 自己对他们不保误 为什么他们还要害他 为了确认事情的真实性 张老爷找了个可好的人 暗中盯着管家和老夫人 趁着他们私会 被抓了现行 张老爷将他们送了官 经过审讯 他们招供了给张老爷下慢性毒药 和张家公子 其实是他们的私生子的事实 后来 张夫人与管家被判处了死刑 由于张公子本身 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内幕 对待张老爷 很是敬重 所以张老爷 也没将这件事情告诉他 继续让他当儿子 翠兰得到张老爷的修书 恢复了自身 后来嫁给了一位书生 两人情投意合 书生也争气 考上了状元 对翠兰很好 闲暇的时间 翠兰都会去看望张老爷 犹如亲人一般 少女打婚当日 一阳先生竟扯下红盖头 你不可输洞房 清朝时期 历水有和人家打婚 新娘子被接到府上行过了以后 正要被送进洞房 一个前来参加喜宴的阴阳先生 却猛的上前 一把扯下了新娘的红盖头 并声称他不可住洞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故事还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历水这户人家姓程 程老爷是当地有名的大菜主 腰材王冠 左拥千亩良田和房产 他只有一个儿子 换作成飞羊 程飞羊身子骨比较弱 平治里除了在家读书学习外 很少外出 正所谓的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程飞羊也老大不小了 是时候娶妻生子了 由于程老爷十分迷信 对女方的家事不怎么看重 反倒更看重的是 双方的八子师父契合 挑来挑去 最终一个侨夫的女儿 反倒最适合程飞羊 女孩名叫徐宇 住在城外后山的山脚下 平日里跟着父亲靠砍柴 采药为生 徐宇心地善良 经常会将一些受伤的小动物 带回家词养 在得知程家看中自己女儿后 程夫高兴万分 徐家的情况 当地人都清楚 只要女儿嫁进去 毕竟是不愁吃喝 自己说不定也能跟着想想轻浮 程宇没见过程飞羊 不过看到程家送来的一箱箱屁腻 他能感觉到 对方来头不小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他就是想拒绝也没用 就这样 程飞羊与徐宇顺利停下了婚室 眨眼间到了大婚当日 徐宇坐上程家的花椒 来到了城府 婚礼办得十分隆重 前来庆贺的 数不胜数 程飞羊一大早便在门口等待 可能是时间太长 他身体有些受不了 嘴唇都有些发白 额头上不停的有痘大的汗珠低落 好在很快 迎亲队便赶到了 程飞羊接到自己的新娘子后 拉着他进了会场 准备拜天地 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长袍 看起来二十出所的男子 走进了会场 负责迎客的程老爷 前对方气欲不凡 赶忙上前大招呼 一问才得知 此人是个阴阳先生 路过此地 看到有人家发喜宴 可来看看 顺便献上祝福 程老爷是个迷信之人 平生最敬重阴阳先生这类人 当即将他请进了会场 那阴阳先生也不客气 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 就在这时 司仪已经主持 让二维新人拜天地了 就在一切顺利进行之际 一道身影 却忽然出现在新娘子的身后 随即一把扯掉了他的红盖头 包括须宇在内 所有人都愣住了 要知道 这红盖头是需要新郎亲自挑开的 如今却被外人给抢先了 而掀开他红盖头的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进入会场的阴阳先生 程飞扬火冒三丈 大声质问他到底在做什么 家庭们也围了上来 大友准备教训他一顿的意思 怎料 那阴阳先生却没有搭理他 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徐宇 像是说给徐宇 也像是说给众人听的 你 不可以入东方 就在众人不解之际 那阴阳先生轻轻一挥手 一道夺目的光芒 瞬间射出 此的众人睁不开眼 只见那光芒从徐宇头顶射出 竟是一道泛着金光的红环 众人全都愣在了原地 阴阳先生表示 徐宇乃是天上的仙子软舍 神佛大起运 只要让其留在家中 就能让家族兴旺 时代千秋 只是有个前提条件 那便是不能丢掉处子之身 不然 七云便会消失 甚至 还会反噬 夺走起处子之身的人 众人看着徐宇头顶 那泛着金光的红环 都相信了阴阳先生的话 比起娶媳妇 显然家族的兴旺更为重要 大家纷纷恭贺程老爷 程老爷没想到 竟如此幸运 当即派人将徐宇保护了起来 至于那阴阳先生 则被成家奉为了座上宾 这场婚礼 也在如此情况下 拉下了帷幕 徐宇被安排进一个独立的房间 好吃好喝伺候着 可他甚至还没能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这天夜里 刚刚睡下的他 忽然感觉被窝一凉 好像有什么东西钻了进来 他掀开被子 只见一条跟他小臂一般粗的黑蛇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徐宇吓坏了 正于尖叫 嘴却忽然被一只大手给捂住 眼前的黑蛇竟然变成了那阴阳先生 他一边做出近身的动作 一边解释了一切 原来 银阳先生的真实身份是个蛇妖 多年前 他在身中被捕住甲锁伤 是徐宇救了他 也正是如此 他一直想要报答徐宇 至于那光环和仙子转世 不过是谎言 那光环也是障眼法 其实在这之前 蛇妖就发现成肺炎患上了疾风 也就是常说的麻风病 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成老爷找儿媳 之所以看生辰八字 其实是有别的打算 就是儿子死后 让儿媳也下去陪他 给两个人再办个明婚 到时候徐宇是难逃一死 徐宇听后大吃一惊 事实的确如蛇妖所说 婚礼结束后没多久 程飞扬就病倒了 且一直被安排在独立的厢房 自己想见都见不着 蛇妖表示 自己此番前来 就是要带走他的 程飞扬明日就会死去 他担心程老爷再整出什么幺蛾子 徐宇听后 点头答应了 蛇妖猜的没错 程老爷的确动了小心思 他打算在儿子死后 霸展儿媳徐宇 将其纳为小妾 兴亡家族 只可惜第二天 当他去看徐宇的时候 人已经不见了 他的如意算盘 自然也落空了